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讨论度也跃升至热聊榜前五 相比此前不温不火的状态 芒果台的这道王牌综艺又拿到了收拾密码 算是真正智能起来了 因为主题是怀旧 节目嘉宾从服装、造型到道具 几乎完全还原了动画中的经典角色形象 和老师克斯的黑猫警长 黑警服、白手套 加上标志性的猫耳朵 不用说 80、90的观众一看就知道是谁 终身还原的哪吒 红衣服、绿裤子 火尖枪、丸子头 虽然少了红杜兜 依然架不住角色深入人心 谈剑刺版本的美猴王 红披风、绿领结、黄外套、金箍棒 跟孙悟空之间就差一句俺老孙来也 杨超越扮演的狐女 衣美飘飘 加上精致到头发丝的妆容 往那一站 就是狐女本人 秦潇贤vs黄明浩还原的书客与贝塔 造型无可挑剔 老秦的表情莫名有点喜感 张灵鹤扮演的九色鹿、白西装加鹿耳朵 不仅辨识度高 还当之无愧全场最帅 逢喜vs蔡文静 一个甜美可爱 一个恼乎乎毛茸茸 雪孩子和小兔子的形象一目了然 杨迪的邋遢大王 条纹T恤加乱蓬蓬的头发 就是邋遢大王本王 有了造型加持 游戏环节就好玩了 第一轮是趣味答题 两组嘉宾各派两人 一人挑战 一人答题 挑战胜利方获得优先答题权 首先上场的是周深和杨迪 俩人比拼的项目是扯混天灵 谁用的时间短 谁就赢 在此点名表扬杨迪 为了节目效果可谓拼尽全力 把表情管理 个人形象啥的都扔在了一边 不过一轮操作下来 还是被周深吐槽用时太长 轮到周深 姿势挺帅气 浑身也喜庆 就是最后活脱脱把自己 整成了个新郎官 黄明浩和谭剑刺挑战的是 先任金箍棒 再利用金箍棒滞空时间 做悟空的经典姿势 结果毫无悬念 美猴王包袱过重的谭剑刺 轻轻松松输给了 假清就熟的黄明浩 答题环节 还出现了一些很多人 没在意过的冷知识 比如 黑猫警长的真名叫啥 小黑 溜溜 猫猫 人家就叫朴实无华的咪咪 又比如 动画西游记中的片尾曲 不是猴哥 不是白龙马 而是一个师傅撒徒弟 试问平时有谁注意 第二轮是绘画技巧 嘉宾参照原画师的设计图 把要画的物品 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 其他人在根据听到的内容 自己组合 这个游戏看似简单 实际上对形象思维 语言组织 听力 动手能力 以及嘉宾之间的默契度 都是考验 比如杨迪和周深 杨迪一本正经唱了半天 杨超越 谭剑刺 黄明浩撒分别画的是香蕉 妖怪 手机 只有周深 精准地该提到了杨迪传递的内容是玉米 不愧是双胞胎属性的难兄难弟 杨超越的蜗牛甩面 虽然歌词大家都听得一头雾水 但张灵鹤的最终呈现 竟然比看过原画的杨超越还要好 人傻 画画好 最还好看 谁说腹白貌美大长腿的爱豆没实力 灵魂画手周深 弯弯绕绕唱了半天 结果出来要么蝴蝶 要么兔子 要么螃蟹 就是没人听出他想表达的内容是青蛙 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小游戏 却让嘉宾现场感受了一把手脑结合的快乐和挑战 第三轮是分镜头演绎 两位嘉宾根据动画式的分镜头台本进行角色还原 期间只能说规定的台词 其他人根据俩人的动作 表情和台词 脑补演绎内容 又是一个考验脑洞的游戏 一直负责美的杨超越居然在这轮来了个一鸣惊人 先是简陋补充了小兔子不敢去四川的故事 接着又乘胜追击 第一时间猜出孙悟空和九色鹿的动机看楼盘 联合老师都忍不住连夸他是个天才 另一个表现出色的是同样低调的蔡文静 他不仅从秦潇贤和黄明浩模棱两可的笔画中迅速猜出了俩人是在说相声 连包袱掉地上这种细节他都想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避免被看出是在表演相声 秦潇贤还提前故意设计了动作 把上台的鞠躬改成了抱手臂 这么高难度的附加题都能得满分 也难怪小姐姐要激动地与无伦次 把手中牌子都扔掉了 除了脑洞可以 蔡文静平时肯定是个相声迷 节目之所以这么欢快轻松 除了主持人控场调度 游戏设计合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嘉宾好玩 全能小天才周深获得了满堂彩 不唱歌的时候是放飞自我的综艺嘎 这次扮演的哪吒是所有嘉宾中最出色的一位 他对哪吒的执念很深 一言不合就要宣告一次 我是陈堂关李静的儿子哪吒 谁不小心叫道他本名 还要一本正经纠正 被队友开玩笑问哪吒怎么没穿肚兜 他反应神速 说哪吒到冬天也会自己加衣服的 这条回复还上了热搜 唱歌够不着话筒 自嘲专业歌手都是用额头发音 吐槽都卡死了 节目为啥还不能把它扮成高一点的 一秒切换到舞台 立马是空灵婉转 温柔细腻的灵魂歌手周深 导致他现在在网友心中都有两种形象 歌手周深vs综艺嘎周深 有点脑子的杨超越 玩游戏的时候绝不划水 该唱唱 该画画 该猜猜 虽然不一定每次都对 但脑洞足够清奇 经常有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 奇思发现他综艺感也挺强 会画游戏那一段 何老师问杨超越 多久没画画了 他秒答 天天都画 何老师信以为真 问他都画些啥 他指了指自己 画眼影啊 口红啊 天天都画 看完节目才发现 杨超越除了颜值 其实双双一直在线 心系妖怪的弹剑刺 自打扮上孙悟空 脑子 眼睛 耳朵里就全是妖怪 即便揭不住金箍棒 还原不了悟空经典姿势 也毫不影响美猴王对妖怪的执念和嫌弃 迷之自信的黄明浩 绘画小技巧那一轮 他把玉米画成了带毛的翻盖手机 还一直自信满满的大吼赢了 肯定赢了 被人提醒后才恍然大悟 啊 我忘了手机眉毛这件事了 要说这位小哥 翻盖手机也就罢了 试问哪个手机头上还长毛 这就是年轻娃娃们玩游戏的快乐 帅气呆萌的张灵鹤 张灵鹤的强项是形象思维丰富 画画那一段 别人都听不懂的内容 他不但能改替到 还能活灵活现还原 短版式逻辑思维不足 分镜头头演绎部分 全体嘉宾都看得兴高采烈 猜得热火朝天 只有他一脸呆萌 跟着丑了了半天都没滋生 急得何老师不停Q他 张灵鹤仿佛来过 但努力融入的他依然被演员们的表现 搞得云里雾里 这类分析 判断 加演绎的游戏 对逻辑稍微欠缺的娃来说 确实是短版 也是考验 还有不得不顺带一提的细致周到的何老师 除了负责节奏 何老师全程不是在Q有点神游的弹剑刺 就是表扬低调内敛的张灵鹤 再不就是因某个不起眼的细节表扬某个嘉宾 真正做到了一碗水端平 让每个嘉宾都有表现 露脸的机会 众所周知 国内优秀的主持人有很多 但像何老师这么周到细致的主持人 放眼一望 真的还不多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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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interven�� 感谢观看